大家好 我是益胜 欢迎收看星期晚上8点整的益胜说给你听 说出股市大小事 今天益胜一样会带大家来看到近期股市的一些重点资讯 节目开始前记得先帮我们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我们马上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 首先美国上周所公布的3月整体CPI 年增3.5% 高于市场预期的3.4% 剔除食品与人员的核心CPI年增3.8% 也高于市场预期的3.7% 这两项数据均连续第三个月超预期成长 因此投资人又将目光投向本周出炉的其他经济指标 以便找寻让年准会降息的理由 其中本周一晚上将要公布的3月零售销售数据就是焦点之一 目前市场是预期 美国3月的零售销售数据将月升0.3% 较2月的0.6%放缓 甚至扣除汽车的零售销售 市场预估月升0.4% 升幅较2月的0.3%略为加快 显示美国民众的消费支出并未出现放缓 而消费者支出的上升趋势持续 可能会推动需求驱动的通红 同时也延迟联转会降息的时间 那根据最新的Fatowatch的数据 6月降息的几率仅剩20.8% 至于结果如何就近代今晚的数据 好 那紧接着就是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将于本周四来举行第二季的法说会 那目前法人所关注的焦点有终端需求表现 3奈米与2奈米先进制程最新的状况 海外扩厂的进度 资本支出金额 先进封砖扩厂进度等 那外界市预料将为半导体产业与台股未来方向定调 台积电日前刚公布3月的营收金额为1952亿元 月增了7.5% 年增34.3% 3月的营收确定后第一季的营收也跟着确定 第一季的营收是5926亿元 季减5.3% 年增16.5% 单月与单季的营收均创历年同期新高 并且是优于猜测的预期 那反而预估第二季以美元计价的营收有望续扬 初估季增中高个位数百分比也就是5%到9% 那虽然有地震因素的干扰 但是全年的财涉目标维持不变 至于在资本支出方面台积电前次法说会预估 今年2024年资本支出大约是280亿美元到320亿美元 不过台积电在获得美国66亿美元的补助后 那会与美国投资第三座场 而总投资金额也来到650亿美元 那此一决定是否会调升今年的资本支出 都将是法人接下来关注的焦点 那紧接着呢就是在周末休假期间 国际局势一点都不平静 为了要报复4月初以色列空袭 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 伊朗在14号的凌晨 发动历史上首度由本土对以色列的直接空袭行动 超过300架自杀无人机升空 巡异与弹道飞弹也接连的发射 虽然多数无人机与飞弹都被以色列成功的拦截 但是仍然造成极少数的伤亡 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事后扬言会对伊朗进行报复攻击 中东战火一触即发 虽然本次中东危机让美国与今早的雅谷倒成一片 但是呢军工相关的题材又成为盘面的焦点 其中呢这个无人机指标股 雷虎盘中爆量冲上涨停价83.4元 大涨了7.5块钱 成交量呢达到了1.2万张 另外呢亚航合成也都纷纷的亮灯涨停 不仅如此 汉翔义企成田千步精密玻璃KY等 都有3%到5%的涨幅 而全球最大的碳纤维冰上驱棍球杆制造商 玻璃KY也搭上了这一波军工的题材 那公司呢本身专注于航太的复合材料 已经打进了法国空中巴士 附材制品的供应链 并且呢将在上半年开始量产 附材次结构线来出货给法国的空中巴士 A320系列 那就短期来说啊 全球的股市难免会受到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冲击 那中长期呢则是要看以色列有没有进一步的反击动作 甚至演变为区域大战 那不过目前双方都还算克制 恶化的几率不高 投资人呢就近代整个呢 世代后续的一个发展 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把焦点啊 转回到近期相对强势的这个族群 就是电线电缆股上面 那国际铜价今年以来因为供给失衡而飙涨 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的期货铜价 已经攀升到15个月以来的新高 而最新的现货价则是来到美顿9333美元 创下了这个2023年初以来的新高 那由于国际铜价持续的攀升 再加上台电强任电网计划订单的挹注 使得电线电缆概念股 例如这个华龙大雅宏泰等公司啊 普遍都看好第二季的营收将会优于第一季 而且只要国际铜价续涨 今年的营收甚至有机会胜过去年 在这些利多体财的激励下 电线电缆股无惧今日台股下跌286点的拖累 多档个股纷纷的亮灯涨停 像是大雅 龙鑫 合姬 丰青等四档标的 那其他像是这个华鑫 华龙 液态等 也都有2%不等的涨幅 同时也带动了电气电缆类股指数 更是一支独秀中场大涨了2.74% 有望挑战前波128点的高点 那由于铜价的走势 常常与经济表现成正比 而中国又是最大的铜消费国 全球需求占比大约是五成到六成 因此呢 瑞银也预估 随着对中国经济的担忧逐渐的消退 加上国际需求复苏 铜价的表现有望步步走高 电线电缆类股需要大量的铜 那未来呢 只要铜价需求增加 对公式营运就会有所帮助 那接下来呢 这个今天盘面上 还有一个相对强势的族群 那就是货柜航运类股 尽管在这个休假期间 航运类股 笼罩在内线交易的利空营运下 不过呢 跟今天的大盘相比 货柜航运类股 简直就是韧性十足 长龙与望海是纷纷以小红作收 那扬名也能收在平盘 三者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其实呢 今天货柜航运类股的表现 也可以从最新一期的这个SCFI 也就是上海货柜运价指数看见端倪 据上周直跌后 本周的SCFI再度的小涨11.61点 来到1757点 涨幅大约是0.66% 而周线结束连期跌后 又出现连两红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远东到澳洲 南美 南北等航线的运驾走扬 所带动的 另一方面 红海危机持续未缓解 夜门叛军胡塞武装组织 持续攻击行经红海的商船 而近日呢 中东战局升温 更为红海危机投下一颗不定时炸弹 海运业也担忧啊 继红海危机 苏伊士运河受阻后 接连呢 这个波斯湾 和印度洋的河姆之海峡 航行安全恐怕 打乱航班靠港与船舶的配置 进一步推升运驾 根据呢 SCFI上周五的报价 波斯湾 航线每20尺贵运驾 周涨幅超过8% 一举突破了2000美元大关 来到了2051美元 二月以来的一个累计涨幅 则是将近三成 好 那各位呢 可以再来留意啊 这相关后续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表现 接下来呢 我们来跟大家谈到是 全球四大云端服务供应商啊 这个CSP 包括亚马逊 微软 Google Meta 等积极的加大AI投资的力道 今年资本支出啊 合计有机会超过1700亿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5.4兆元 创下历史新高 年增呢 则是超过21% 市场预期啊 四大CSP大厂加大AI投资后 将为鸿海 广达 伟创 技嘉等AI制服器代工厂 带来工费的订单 营运呢 有望大进步 那根据魏梅的一个报导 亚马逊呢 计划在未来15年投资1480亿美元 在全球各地建资料中心 满足AI等领域对云端服务的需求 另外 Meta预估今年资本支出 介于300亿美元到370亿美元 微软 Google 更喊出 2024年资本支出较2023年增加 另外 四大云端服务供应商 还扩大全球资料中心投资 近期重兵前进日本东南亚以及台湾等地 伴随着欧美中东等地的AI相关投资百花齐放 全球AI投资热潮持续增温 然而呢 今天AI制服器概念股南逃大盘回挡的拖累 只有核硕跟这个微影勉强可以撑在平盘之上 而近期的强势股鸿海也出现3%左右的跌幅 股价回测到月线支撑 广达甚至还有回测季线的一个现象 不过呢 股价涨多回挡修正算是正常的现象 那只要呢 刚刚所提到这个云端CSP厂的资本支出是持续的 那相关概念股的股价 相信未来中场线仍然是不会寂寞 那最后呢 我们一样会提供上周 外资投信两大把人买超金额 前20名的个股资料 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 那里头呢 当然各位会发现 大概呢 比较特别的就是啊 都是以各个领域 各个族群啊 大型的一个指标股为主 那包括呢 这个非电族群的比重也有提升 像是呢 近期啊 受到这个政策受惠的这个重电股 还有呢 这个电缆股 甚至呢 包括有这个航运的指标 长龙 跟所谓的一个会洋KY 还有奥运概念的一个美利达吉巨大等 这些呢传产业的龙头 那也是呢 把人呢 开始呢 逢低做一个卡位布局的标的 好 不过呢 这一些个股都是在 近期啊 中东地约政治发生前 好 那把人布局的标的 那可能呢 各位还要留意接下来呢 盘面的一个后市的变化 那详细的一个个股啊 那就留待给各位进一步的做功课 那今天呢 我们节目的内容啊 到这边告一段落 最后啊 别忘记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继续说给你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